好啦,其實小學呢,講完小學,小學呢,我覺得不需要太緊張的 因為中學才是見真章的地方 而很多人都會看這些東西,就是Obset rating,require improvement OK,做個參考,但是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外出的學校成績未必夠一間require improvement那麼好的 我覺得不需要太緊張的 因為中學才是見真章的地方 而很多人都會看這些東西,就是Obset rating,require improvement OK,做個參考,但是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外出的學校成績未必夠一間require improvement那麼好的 還有這些都是十年才review一次的rating,不是很有意思 我們考慮小學的時候考慮什麼東西呢 其實主要就是考慮它是不是某一間中學的feeder school 它是不是聯繫的小學 其他其實小學每間都不會相差得很大 因為小學就算說有蜘蛛也好 它做得出什麼東西呢?小學生而已 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小學是不需要太過緊張的 不過你也可以看一看這間學校究竟是它的強弱在哪裡呢? 還是它很平均呢?還是怎樣呢? 譬如就算這間outstanding的小學 其實它的課程都很弱 至少你知道其實這間學校有個聲音在這裡 不過剛才說回一間小學其實只有三十至六十人而已 就是很細的個座學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有多重要呢? 大家做一些參考就可以了 就是一點點題外話 那家長之間有沒有好像我們的學校 我們在香港也很密集的嘛 就是照完小朋友去吃 上學就去吃個早餐的那些 家長很聯繫、很友善的嘛 他們有沒有這樣聽不聽的? 你那個區有嗎? 我那個區一間小學通常那些家長都是街坊來的 所以有些是很熟或者從小已經認識的 譬如是從小學一起長大 那所以他們都會是很友善的 那還有呢 這些我們那些學校有些是有停車場的 那些家長就駕駛了車這樣 放下車、放下小朋友、吹一下水 然後才走這樣 那都會有吃飯、吃早餐這樣 或者開派對,這裡很流行就開生日派對 那些家長會聯繫一下這樣 那也有很多學生是踩單車上學 因為都說了,就是周圍都是小學的 就是一間小學很小的 是的 好 嗯,那我們解答一下那些問題了 那我都說得差不多了 是,有些什麼問題先 不過其實你,就是我們之前那個表呢 那些問題呢,我想呢 Shadow,很感謝你 你真的很無私地把很多資訊呢 說得很仔細、很清楚 就是所有工具 幾乎都回答了那些問題 我覺得,因為有些又刁鼻奇了 有些問題,但是有些呢 就大部分,譬如之前沒聽那時候的問題 我想呢,你剛才說的那些東西呢 都幾乎都說了,說到給他們聽的 很認真 大家在那個留言那裏呢 覺得Shadow說得好的 拍幾個手掌給我們看看 讓Shadow真是多謝她 她真是幫我們去分享而已 純粹真是 多謝Shadow 那我又說多一點點 就是,我家小學呢 是有一些聽障的小朋友的 是的 即是可能你們 一向你們那些小學都未必有這些 我們會有首語的輔助的TA的 是的 即是有些小朋友是有聽障啊 這樣都會有的 所以是英國的融合教育是做得很全面 你既然這樣說呢 我記得有些問題呢 有兩三個熊學生都有幫我 即是代文呢 發揮的問題 是的 有沒有這些幫忙呢 多不多那些學校本身有這些資源呢 這樣 其實每一間學校呢 都會有一個發揮的支援教育的 還有那些發揮的學生呢 都是每一班都有的 還有就是不出奇的 在這裏的事是 但是你問我 知不知道那個支援是怎樣呢 我就真的不清不了解了 是的 但是就知道這裏是 每一間學校必定會有的支援 是 很專業啊 那 Ellen先生有沒有些什麼問題呢 如果選擇學校是入門版的 不同選偶 是啊 非常之有關 但是你要聽的 真的 你要開始聽的了 嗯 是 那現在還有少許時間 不如講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 你還有什麼補充呢 如果同學仔在想著問題的時候 那我又講一下英國的生活費 好啊 你財務自由了 買了幾層樓在這裏 我真的想和同學說這些 分享多些 等等 鼓勵一下他們 就是沒有呢 有時候呢 網上呢 有些人經常在那裏 就是說 哎呀沒有過去啊 過去又很害怕找不到東西 做什麼什麼 但是其實 不用太害怕 我見到很多個案子 就像你那樣 其實你都不是第一個同學可以這樣 就是你說 有幾層樓自己 眼光好 也都懂得怎樣在哪個區 是選到學校 不是 就是選到一些樓是值得投資的呢 其實 你現在說一下生活費 那些原來 根本上不是真的十分之難的事情 那這裡就總括了 我在英國的每個月的開支 那下面這些 那其實最困難的地方 那個PowerPoint還沒轉那個 是嗎 沒看到你 不好意思啊 我以為轉了 我們現在還在小學階段 啊 這個 要升級了 看到嗎 你已經看到了 這個是你上次跟我們 就是分享那個PowerPoint來的 是啊 那這個是每月的生活費 那全部都是一些英鎊來的 其實在英國最大的開支 我可以說跟香港不同 就是水電回了 是的 水電回了開支是比較大的 那譬如我們冬天呢 過往呢一個月呢大概 能源的開支呢 是要120磅左右 那連水費都很貴 水費都40磅 那Council Test 要交的了 那Council Test 其實就 depend上你的區域 那我們就170磅 那這些呢 差不多都是這些 這樣的數字來的了 那油的問題 油現在又正在升 那我們大概每個月 就入兩次油左右 那就120磅 那汽車保險 那我們一家三口呢 我們就不太出街吃飯 因為我們 我喜歡煮東西吃 還有我們喜歡吃自己的 就是中國 就是港式廣東菜 那所以我們就全部都是自己煮的 很少出街吃 那所以我們每個月在吃那裡 就600磅 那其實這邊的食材很便宜的嘛 就是你來到就知道的 就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我們的豬啊牛啊 全部都很漂亮 都是很便宜的 是啊 很掛念那邊的牛扒 羊扒 羊扒都很棒 還有那些蘑菇呢 那些大的蘑菇呢 那些大蘑菇呢 香港賣都貴的嘛 四五十塊一隻 那邊是一磅 就是一兩五元而已 還有你說電費貴呢 就是120磅一個月呢 我想說我家裡呢 是在搞好像二三千元的 都要一個月 是嗎 是啊 就是說貴都不是真的貴 但是比例上可能 這個東西會比較花得多一點 是 但是你這裡呢 我看到你那個 你的收租呢 你這裡完全是你的收租 已經夠蓋上你的每月的花費了 是的 那當然 其實你這個收租呢 你這個收租呢 要講一點點 你的收租呢 你講多一點點 給我們的同伴社 好好好 那這裡呢 我先講一個費用 我覺得你住哪個區呢 那個關係都不會很大 就是你的花費都差不多 其實最大的花費就是家裡 那家裡 那家裡 無論租啊 或者理工也好 或者 錢買也好 那你自己計算一條數 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這裡 那好吧 這個借錢的收租呢 其實怎樣得到回來呢 就是 在這個COVID的情況之下 就跟Ellen Sir去英國實地考察的時候 就看中了三間屋 是的 那這三間屋是同時進行過交易的 就是同一時間買的 那這三間都有做償金的 因為當時還有香港的收入 很容易就做到償金了 那全部都在曼城 是的 那有曼城不同區域 有M9 有Odom 也有 Stoppock也有 那這個的 這個收入呢 就扣了 扣了那些管理費的零貨 是的 就是公樓的那些 公樓費是扣了 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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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那給他 是的 大概是這樣 譬如你看到呢 好像這一間那樣 就是在 Stoppock 是的 就是 175千 是的 175千買回來的 那有成本的 買回來的 有律師成本 有一些可能 是裝修成本 等等各樣東西 那計算數之後呢 我現在租就是875磅 一個月 是的 那因為我有做Mortgage 做了75%Mortgage 那變成我擺進去的錢 不是很多的 那變成我擺進去的錢